更安全、更有效 一直是癌症患者与照护者期待的治疗方式 除了传统的光子放疗以外 近年发展的直子治疗 具有更精准放射的优点 讨论度日益居高 但选择直子治疗就没有副作用吗? 与传统放疗有什么不同呢? 跟着高肠放射肿瘤部及直子剂放射治疗中心 网友明主任 一起从直子治疗的原理 来了解直子治疗的缺点与优点 传统的放疗又叫做光子治疗 是利用高能量X光的光子放射线 穿透我们整个身体来攻击癌细胞 传统的放疗在破坏癌细胞的同时 因为整个身体都会被穿透 所以不可避免的也会伤害到 周遭的正常组织、正常的细胞 因此治疗当中会产生比较多 比较严重的副作用 直子治疗的话是将带电的直子 透过加速器加速 加速到很高的能量 然后打进身体里面 因为直子有一种特殊的物理现象 叫做布拉格风 也就是穿透到一定深度的时候 会把它的能量、剂量全部释放出来 在这个位置之前 它的剂量是低的 位置之后没有剂量 所以相比于传统的放射治疗来讲 在身体的其他正常组织的部位 剂量就会大幅度的减低 副作用也就可以减少 直子治疗的射线可以透过精准的计算 在达到癌细胞的时候 释出它最大的剂量 破坏的能量都集中在肿瘤上面 减少对正常组织周边的正常细胞的伤害 其实以直子治疗来讲的话 它的主要的特色 或者说它的优势是在于 副作用的减低 我们在临床上面 其实各种各样的癌症病患 都有曾经有治疗过的经验 比如像是鼻咽癌、肝癌 另外还有像是食道癌、乳癌、肺癌这些 其实都是我们单位比较常治疗到的癌症种类 以直子治疗来讲它的剂量分布非常的精准 我们有许多要注意的地方 或者我们讲说直子治疗的一些限制 我大概可以分成以下几点 像第一个就是说直子治疗 因为它在体内穿透有特定的深度 所以当我们这个穿透深度有变化的时候 就可能造成直子的剂量分布有偏差 那举临床最常见的例子 就是体重跟营养的控制 如果当体重有变化、体型有变化的时候 我们就要特别小心 那临床食物上面 我们也会透过比如像是三维导航的方式 来减低可能发生的误差 那另外的话 比如像是剂量分布的这么精准 那我们对于一些呼吸会移动的这种肿瘤 就会需要特别小心 比如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像肝癌、肺癌、食道癌、乳癌 那其实当我们在呼吸的过程当中 这个肿瘤可能都会有胃移 就会造成偏差 所以我们就会需要透过这个 所谓的呼吸调控 或者四维的这个呼吸导航 来解决这个临床上可能造成的偏差 那其实刚刚提到的这些事情呢 都需要有相当专业跟有经验的团队 才有办法来执行 那以目前台湾来讲的话 其实最早开始执行的 就是我们长庚医院 那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些技术和经验 确实有累积的比较多 另外以目前在台湾 因为健保不给付质子治疗 所以不论是什么样的疾病 如果是用到质子治疗的时候呢 都是需要病患民众做自费 质子治疗虽然剂量很精准 副作用较传统的光子治疗降低很多 但并不是代表它完全没有副作用 那放射线治疗呢 一般来说副作用都会跟治疗的部位有关 所以质子治疗会在什么样的癌症 产生什么样的副作用 我想还是需要与您的主治医师 做详细的讨论 质子治疗的话是属于局部的治疗 那比较适合这个癌细胞 有固定位置的这种治疗情况 那如果已经有弥漫性的转移 我们就会觉得在临床上 比较不适合使用 癌症治疗期间不舒服怎么办 癌症营养补充建议 传统的放射治疗跟质子治疗 都有它各自临床使用上面的价值 但是不论哪一种治疗方式 或多或少呢 都还是会有一些副作用产生 那再加上我们现在使用到放射治疗的时候 常常会跟化学治疗或者其他药物合并做使用 所以疗程期间常会看到病人有 疲倦 呕吐 食欲不振 或者皮肤上面的一些副作用 那依据不同的治疗部位 也可能有其他不同的副作用 治疗期间 充足的营养对身体的修复非常的重要 那如果因为副作用影响到食欲的时候 可以改以少量多餐的方式来进食 同时避免辛辣油炸还有过甜的食物 那也可以补充癌症治疗期间专用的营养品 帮助营养的摄取 也帮助癌症患者增加治疗期间的耐受度 那我们会建议挑选癌症治疗专用的营养品 提供足够的热量蛋白质 帮助组织修复 还有肌肉的生长 那特别可以挑选含有鱼油EPA成分的营养品 那帮助调节治疗期间出现的全身性发炎的状况 那挑选的时候要注意营养品的这个脂肪比例 避免因为营养品的脂肪比例比较高 导致病人提早出现饱足感 然后影响到正餐还有整天的营养摄取 那切记不要使用来路不明 成分标示不清的产品 可以选择大厂牌 有国际医学期刊审核或者临床研究支持的 使用上可以更安心 不论是直子治疗或是传统的放疗 治疗的过程对癌症患者本身 或者照护者来说都是非常艰辛的一段路 那招护期间一定要注意充足的营养摄取 不只帮助恢复还能提升治疗的效果 因此适时的准备营养补充品 帮助患者更有体力来抗癌 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最重要的是呢 在治疗期间保持正面而积极的心态 会对疗程和病情更有帮助哦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